請問達人家裡省電燈泡選擇 應該注意什麼事項 還有怎麼樣使用會最省電 怎麼樣使用可以延長壽命 謝謝達人家裡省電燈泡選擇 應該注意什麼事項 還有怎麼樣使用會最省電 怎麼樣使用可以延長壽命 使用上面是110伏特的 可是你家裡台電空氣電量不見得是110 可能高過110到120 所以建議商要選擇規格上面 注意一下 選擇高一級可能110伏特的 或是說120伏特 譬如說你從日本帶一些電器來 一樣的問題就是日本是110的 可是你選到台灣來講就要改天 類似這種情況 所以建議選高一級的 再來是說特別注意一下 怎麼樣去使用 燈區是最延長壽命最省電 一般我們燈區來講就是一般的壽命是6000到8000個小時 它的使用壽命時間是 測試是從開始用到結束左右是8000個小時 如果說你使用很頻繁就隨手翻燈 使用很頻繁就會降低它的壽命 覺得好處是本身一天開關兩次 如果說你開關變成10次8次的話 可能壽命只有剩下半年 因為你節省這種電來講 抵不過你收明減少這種費用 就是這種要去購買的錢 所以建議上面就是 那個延長你的收明時間 要先的電量就是超過10分鐘以上的時候 才把你的房間的燈區關掉 謝謝 謝謝